現在市場普遍都估計多過50%左右 由年初說30%多已經大幅增加 通常市幾市真是見底 肯定要衰退 甚至由一個階段衰退 炒政策扶持 炒減息 炒聯儲局QE 這些狀況才有機會真的去到見底 所以短線來說 我們之前說過的經常滑跳下降軌 是穿了的 升穿了 但問題是要打破浪大於浪的格局 你現在只不過是打破了一個初步的階段 暫時來說 如果是S&P上不分4000以上的話 你要小心一旦完成這個技術反彈 會不會是短線的技術反彈 形成一條新的下降軌 是有機會的 所以暫時來說 我建議這個星期最好少做少錯 甚至如果過去一個星期博出反彈 增持了的話 想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好美股 好 今個星期全球焦點就是聯儲局意識 另外星期四美國會有GDP數據 幾個關注點 跟大家結論一下就是加息加多少厘 第二就是阿巴威爾會不會再預視9月的加息幅度 第三就是星期四公佈的GDP數據會不會負數呢 因為如果第二季的數字是負數的話 就連續兩季就出現一個負增長 好 看到大家關注這三樣東西的時候 美股上個星期其實就導致低位見過 30143點之後就有一個反彈的 這個星期除了宏觀大數據之外 還有很重磅的科技股業績 好 你覺得這個反彈勢頭 這個星期能不能夠持續呢 我自己有深受疑惑的 甚至我覺得可能可能反彈完結 但當然我會建議真是如果你落盤做部署 見步行步 如果那些事情的情況轉差 再繼續沽下去了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連續兩日列後大開 或者說是彈到上去 真的見到明顯四千點有阻力 掉頭向下的話 我覺得要理性投降的 簡單一點說就是 再出多些陰燭 你應該要害怕 就是你要擔心 可能整個技術反彈完成了 然後再對下去 總結幾樣東西 大家關注就是這個星期加多少 現在的利率期貨在顯示 不是0.75 就是0.5左右 有兩樣 其實會不會加 不是0.75左右是1利 問題就是加0.75 可不可以視為一個利好消息炒上去 我自己覺得極度困難 假設股市指數處於52週新低階段 有時候就會說夾淡倉 沒有之前加1利那麼多 借著這些因素炒上去 但這輪反彈就是在反映這些東西 相反地 如果剛剛在聯儲局議息會以前 有GDP數據 GDP的數據顯示 經濟狀況都是弱弱的 未必說很差很差 很差一定會大跌 很弱弱的情況 你都還加0.75 市場就更加肯定 第三季的狀況會更加之差 記住剛剛說 整個服務業消費市場轉差 能源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還有 Mortgage 利率 都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所以你說美股上的短線 是悲觀的 至於鮑威爾說的話 這段時間其實參考性相對比較低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原因 你記得年初的時候說什麼 不會加0.75利 不會考慮加0.5利 這些東西可以轉得很快 所以就算未來議息會議上 他說到一些實行實次也好 就是從過去這半年的經驗上面 聯儲局是經常看錯事 經常是錯後判斷 因為其實這一刻 在投資上 你見到我們過去一年來 是這麼說的 建議投資者見步行步 不要那麼快找一個方向 因為說一些政策決策人士 他們都是選擇見步行步 現階段大部分的聯儲局官員都說 美國短線來說 應該不會陷入經濟衰退 很多這些言論出現 如果第二季的GDP負增長 或者說第三季 有很多跡象顯示 又再次陷入一個負增長的風險 可能他去到確認 真的衰退的時候才開始投降 股市就跌下去了 因為其實他加息加過龍 所以短線來說 不是想他加息加多少 相反對他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展望上面 和市場的差別有多大的分距 這個才是最重要 所以這一刻如果你看言論上 都未必只會說爆威爾 這些機構投資者 這些大型的投行上面 例如近期美銀 JP Morgan 那麼多這些大型的投行 都發表了對於美國的經濟衰退的幼淚 風險不斷地上升 這些影響性反而是更加之大 所以短線來說 爆威爾說什麼就聽聽就算了 我自己真的未必會太過認真了 是的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著 每每個晚上都有不同的數據 15分鐘